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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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常常有人問我說 怎麼樣能夠讓自己活得開心 活得精彩 對我來說 我的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心動 心動非常美 心動是每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眼睛一看到這一個 會帶給你歡樂的這一個人 就睡在你旁邊 早上醒來看到他 睡覺之前是牽著他的手一起 進入夢想 心動是在小地方 心動是在每一天 心動是在那杯咖啡裡面 心動是在那一個 呵護一個蓋棉被的那一個小動作裡面 心動是小小的一個眼神 心動是當他走進你的空間的時候 你馬上會帶起一模微笑 那這一模微笑 非常的有價值 但是這一模微笑 是要我們在每天的生活當中 慢慢慢慢去累積下來的 那一旦有這麼好的一個根基之後 生活上的一些需要謀合的地方 大家就會帶著善意去走這條路 那只要在這樣的基礎下 我覺得所有的關係 不只是親密關係 包括跟自律的關係 或者是跟朋友的關係 我相信都能夠 讓我們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現給對方看 然後對方的最好的一面 也會展現給我們看 有些時候 就像我們在看這個影片好了 有一些小朋友 那個YouTube上面 你就聽到他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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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看那個咯咯咯咯的聲音 而不是在看是誰在逗他 所以那個開朗那個咯咯咯咯 其實是我們 讓我們自己心動一個很大的 這個啟動力 所以我們兩個在一塊 每一個朋友都會說 他老遠就聽到Bob的笑聲 那他的笑聲是怎麼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只是 我一個很小的一個小舉動 那你一個小舉動 對方笑得這麼開心之後 然後你就會更想要逗他 你把它想成還在上小學吧 或者甚至幼稚園的小孩什麼樣子 那那個我就會很欣賞 就覺得說 哇 這麼一個多變有趣的一個人 OK 那在我旁邊 然後每天就是很欣賞 就很心動 哈哈哈哈哈哈 在這本書裡面我們提到了 從這樣心動的概念裡面發展出來 很多小地方 小細節 因為當我們在講心動 我們在講疼惜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事實上 它不只是道理 它真的是在生活裡面的 點點滴滴裡面去呈現 比方說為什麼我們不口出惡言 那是因為疼惜 那是因為捨不得說重話 讓對方不開心 那就是捨不得 你就覺得好不容易 就像在呵護小孩子一樣 你好不容易把它呵護成一朵花了之後 那我們兩個也有了一點年紀 也不是小孩 所以很多事情只要說 我們就懂了 那因為彼此疼惜 就一定會讓自己在語言上 就會多加思考跟修飾 就從這些小小的地方 就可以讓我們保持那種行動的感覺 在唯一的地方 我們看到一陣子 就是人家的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